影像相對於硬照的報道 其實就是因為它有動態 所以其實對於影像報道的稍稍要求 第一就是當然題材本身 是真的可以發揮到影像的動態 比如說畫面可以比較澎湃 比較激烈或動感比較強 所以我覺得不是每個課題都需要影像的報道 另一方面就是因為影像報道 其實也很強調影像本身 所以在構思影像報道的時候 其實更加多是要想那個影像 怎樣去構思 又或者是文字可能甚至是次要的